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他老在刷屏我就把它屏蔽掉了 是的 其实我的手机里面也有很多的代购 但是真的是不好意思 因为也都差不多都被我屏蔽了 在我的印象当中 这个代购应该是很多都是自由职业者 或者是一些全职的妈妈 因为他们需要有很多的时间和很多的精力 来做一个这样的一个不分昼夜的行当 这个其实你并不能算是一个正式的职业 但是久而久之的话 好像你身边的人最多的从事的都是这份工作了 所以当中的话题其实也是非常多的 对 就很多这个代购 他们就会来形容一下自己生活状态 叫做赚着卖白菜的钱 操着卖白粉的心 后半句话可能是真的 但据我所知 就是前半句话水分真的是很大的 因为据说一个大型的代购 它一个月等要有上百万甚至千万的入账 就是因为这些利润的吸引太大了 所以很多职场人士甚至是不惜辞职 来做这个代购 当然了他们也要承受各种 就是客户不分时段的这个咨询 还有砍价等等 回复晚了或者态度不好 都会把你给拉黑踢走 毕竟大家现在这个代购的选择那么多 而且在朋友圈里边 部分还是就是自己的朋友 所以你更得要好好的服务 说起来也是一个服务业里边的这个辛苦活 没错了 那随着现在这个微信已经是人们生活当中 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这么一个交流的工具 随着它的一个普及 代购在这个行业里面进行这个推广营销 也形成了一种新的经济现象 但是说到这儿 就是要大家警惕的什么倚假乱真 变相传销 违法走私 这些乱象其实也是在这个代购车里面比比皆是的 让人是防不胜防 那就有不少的是基于朋友的面子 感情这上面的因素 然后你不想要又不好意思拒绝 那么久而久之上当受骗以后 那怎么办呢 没有正当的渠道可以进行一个投诉 因为它也不是一个正当的一个商家 所以就有可能会是哑巴亏 或者是你只能是拉黑它 或者是等它把你拉黑了 对就这个其实蛮难的 因为你现在通过这个代购的渠道来做的 那就不能算是一个你正常的这种购物 我身边确实也是有很多 买过代购的或者是在从事代购的人 有的朋友他就是从代购上不好吗 不好意思推开面子买了 结果东西很不好 你也没法说 所以说你看到我们现在 为什么好多人在香港生活会感触很深 因为从深圳过来代购的人特别特别多 那这个为了打击这个代购 也是出台了很多政策 比如说就是说限制来香港的这个次数 从深圳过来的次数 现在是被规定的就是可能每月不能超过几次 对 这也是新的规定 对 还有一次 还有一个就是进行一个叫做人脸识别 马上就能显示这个过关时间次数 还有就是不良记录 那这个技术的出现 确实也就是让这个代购圈最近是炸开锅了 因为这个对他们的这个出入境等等 这些方面很影响他们这个生意 没错 要不怎么说科技改变生活 对 这改变了代购圈 对 还有一个更加厉害的 有小道消息就是说 现在在各个口岸正在升级为这个智慧口岸 就是说过关的时候 通过这个人脸的识别 可以直接看到你的消费记录 哎呦 这是很神奇 对 所以这个代购的宝宝们 也要面临到这个团灭的危险了 就是一些这个海外弹钩 还要操心一些国家大事 为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天天要说的 这个中美贸易战的问题 它持续在升级 那据说这也对一些海淘党追查 也是更加的严格了 以前说这个通关检查 都是快速的进行这个扫描的通过 但现在呢是一箱一箱的开箱检查 所以查得特别严 就是说这个代购的日子 其实现在也挺不好过的 你说这一箱一箱检查 这个事我还是第一次听说的 所以它就是过关的时间 就会特别的长 就你发现你买了这个以后 或者是就迟迟不能过关 所以它是一箱箱在开 对 没错 我就说一个真实的例子 去年这个时候 有一个去韩国旅游的 经澳门入境的一个女孩子 她被海关就检查了 海关工作人员就发现 她携带的行李箱里边 满满全部都是代购品 这样的箱子一共竟然有八只 这么多 对 总计是400多件 那400多件总价值 是已经超过27万人民币了 刷新了这个拱沛口岸 查获代购物品的记录 这是一位 还有一位就是一个杭州女子 她发现大家对于海外商品的 消费需求很高 于是就过上了一种 坐坐飞机买买东西的 代购生活 那结果在一次代购回国的过程中 就被检查到了 结果发现就是行李异样 之后调查出来 她在半年多的时间 往返这个境内外 累计带货是280万元 涉嫌偷税漏税的款项 就是一共有80多万 真的是很大的一个数目 我觉得她赚有没有赚到80多万 居然被罚了80多万 就前线把这个罚叫罚叫这么多 对 所以我们大家真的要 千万要重视这个 根据中国的刑法规定 走私金额不到10万的 会按一般的走私行为来处理 而超过10万的 就会构成一个 走私普通货品和物品的罪 甚至可能要面临一个牢狱之灾 所以真的是不值当 其实我们也知道 就是包括我们身边 也有很多海外的一些留学生 他们会选择在海外生活的时候 做一下这个代购 赚个零花钱 其实有心要自己赚钱是个好事 但是父母送自己出国 其实并不想要自己花太多的心思 在这个上面 你有时间去超市 抢货打包 再发货这时间 不如真的静下心来好好读个书 然后找一个好工作 你觉得这样 确实是 我觉得其实你任何时间 你把精力花在哪里 都是有回报的 花时间花精力 都算就是在这个事情上面 其实你说对未来 有多大好处呢 也不好想 那我们说回到这个代购 如果说你真的是花了精力时间 去给人家买东西 已经算很良心了 那咱再说到一些 卖假货的这种所谓的代购 真的就是气不打一出来 你逛他们朋友圈 就像逛一个小型国际市场一样 有的商品甚至是 能以你印象不到的 这种地价拿到手 所以这个对于那些追求名牌 求贤若渴的这种消费者来说 简直就是要把这一种假代购 来当做这个置顶人类一样供起来 但这样的假货案 真的是数不胜数 所以虚荣和贪小便宜 两者加在一块 它会产生非常糟糕 甚至恐怖的这种化学效果 首先你对这个质量没有保证 另一方面 还花了很多很多冤枉的钱 没错了 所以如果你是个代购的话 你就要清楚这条路 真的不是一个长久之路 如果你是要在找人代购的话 你要先确定一下 这是不是一个坑 不要让你掉进去 安全第一 是的 所以这个代购虽然方便 但也是选择需谨慎 那 这就是这样的 你把这种购虽 还好 我来说 你把这种购虽 你把这种购虽